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7月20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有一名中五男學生 近日在社交媒體上 貼文聲稱自己被學校強迫他 要求他剪短頭髮 否則就停他的課外活動 甚至停他學習 而這名男生表示自己已經去信評機會 要求評機會去處理這件事 他質疑為何在學校內男生一定要剪短頭髮 女生可以留長頭髮 稍後我會討論這件事 與此同時事實上我也翻查了一些案例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長毛曾經試過向法庭 入稟法庭控告懲教署 說懲教署強迫男囚犯要剪短頭髮 而女囚犯可以留長頭髮 差不多和這次的案例一樣 而法庭當時判決了出來 但這判決引起了社會的公憤 稍後也會講講這案例 和這次男生的案例 不過在這案件中我還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這名中五男學生竟然去挑戰學校 關於剪頭髮的問題 這類投訴是十分罕見 但這男生為何會這樣做呢 和社會近年的風氣有甚麼關係 稍後也想和大家討論一討論 另外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就是美國的佩洛西即將訪問台灣 而近日環球時報的前任總編輯胡錫進 在昨天發文表示 建議解放軍的戰機可以叛飛佩洛西的戰機 保護他出入 稍後也會說說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令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 近日有一名中五男學生姓林這位學生 他近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 而且他亦發佈一段網上影片 講述自己因為留長髮 而被校方指他違反校規 因而被剝奪了他 參與學校活動 甚至面臨停學 最後這名男生亦直指 他寫信去平機會投訴 這名男生就說 他最終因為面臨著被迫停學 又或是不能參與學校活動 所以他最終被迫剪了頭髮 他說事後心情也消沉了一段時間 他認為這個社會和學校必須作出改變 所以他寫信去平機會 根據平機會那邊的確認消息指 便會安排他和學校那邊進行調停 而這件事不僅是他在網上打嘴炮 連現任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也留意到這件事 他在今天回應媒體的提問時表示 每一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文化 教育局希望學校除了教授知識外 亦希望他會重視態度和價值觀 所以學校會因應價值觀的教育 和營造校封而定立相應的校規 蔡若蓮繼續指 說學校行政搜索對校規有很清晰的指引 相信學校是可以專業地處理的 這件事很明顯我們看到的情況是甚麼 就是一個男的學生 他因為留長頭髮太長 我相信大家在中學時期一定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我自己都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小時候很喜歡留長頭髮 很MK 甚至頭髮長得遮蓋眼 有時我回到家吃飯 我都會撥一下頭髮 我家人都會跟我說 你的頭髮脫掉了 剪一下頭髮 甚至在學校 如果你是回到學校 老師看到你的頭髮太長 甚至我們學校會幫我們剪 我們有個訓導老師 會把我們的頭髮 按下它 說明了校規 說明不准過眉 你過眉這部份 他會幫你剪 剪完後一旦翻起來 大家知道頭髮有個弧道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弧形的頭髮 當然事後我們也會出去自己剪 但我們很清楚知道 校規規定的 我們是違規 被人剪也好 被人罰也好 我們這個也沒辦法 但這次這名學生公然地挑戰校規 校規則寫明 男的不可以留長髮 不可以過眉 女的規定他一定要端正髮型 亦不可以染髮 這很明顯是針對學生的價值觀 和教育他們紀律的其中一個做法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非常認同 所以我今次看到這件事 我十分驚訝 我驚訝的點有幾個位置 第一 就是這名學生為何敢挑戰學校的校規 而第二點 就是這件事 曾經在其他地方有沒有發生過 如果發生過 最終的結果是怎樣 可以說 學生投訴學校要求他剪頭髮 史無前例甚至十分罕見 而且這次事件亦罵到學生要評寄會投訴 連教育局局長也要出來就這件事解釋 這件事可以說十分罕見 但在過往亦有相關的例子出現 首先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長毛的案件 長毛曾經試過 因為長毛是監獄常客 他曾經試過挑戰監獄中的剪頭髮規定 他提出司法覆核 表示懲教署只要求男囚犯剪頭髮 女囚犯可以剪頭髮 這是屬於性別歧視 當時長毛的想法就是 我們應該要釐清一下 到底男人或男生有沒有享有長頭髮的自由 是否做男生就不可以長頭髮 一定要短頭髮 老實說 在現今社會來說 你出來社會工作 你可以有不同的髮型 不同的轉變 你可以染到金毛 可以染到綠色 紅色 藍色 七彩顏色 彩虹色 你喜歡頭髮流到地上長 好像曾志健流到腰上 也沒有問題 但對於學生 懲教署 或者坐牢的人士 我認為這裏有問題 首先對於坐牢的人士來說 他們本身是懲罰和教育 教育當中的紀律很重要 一個人沒有紀律就會犯法 而你有紀律的人才可以保持你遵守法例 所以懲教署在紀律方面執行的要求很強 他說明男人就要剪頭髮 這裏規定定了 你一定要跟進 但長毛發現原來懲教署沒有明文規定 他就挑戰這個法律 最終當時這個判刑在終審法院上訴去到終審法院 而終審法院在2020年11月下達判詞 就裁定懲教署的做法違反性別歧視條例 更指懲教署要確保監獄紀律 實施社會上對男女既定的造型是缺乏合理的關聯 認為懲教署沒有辦法解釋男女之間為何要有不同的待遇 懲教署也沒有辦法證明社會上男性的頭髮定義是短髮 女性是長髮或短髮 所以最終判處當時長毛是勝訴的 但後來這個判刑出來後結果大反轉 如果大家還記得是長毛引發了女子監獄大大不滿 就是因為懲教署後來就法庭的判詞改了規定 就是因為法庭也沒有辦法離定到底要剪短還是留長 還是可以任由囚犯自己決定 完全沒有下達到這個判詞 所以最終懲教署的規定就是 男女統一全部要遵守紀律全部剪短髮 令監獄裏面有一群女囚犯十分不滿 甚至視長毛為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敵人 正敵 就說長毛令到他們的監獄生活過得更加苦 當然很明顯女子留長頭髮要很長時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在中學時間很跳皮剪下女同學的馬尾 這個行為的確會令到很多人傷心 那些女生會很傷心 因為留長頭髮要很長時間 而且普遍很多人會覺得女性留長頭髮比較漂亮 當然不是說留短頭髮不漂亮 但普遍在中國人社會有這個觀念的時候 你剪下女性頭髮會令人很不開心 今次的事件同樣 這個學生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 他純粹是覺得自己留長頭髮不應該 還是他覺得有些事情要違反而反 或者有些事情想挑戰一下 想改變一下 所以才這樣玩下去 但今次我估計學生剪短頭髮這件事 就不會像懲教署一樣 就是規定女生也要剪短頭髮 因為學校雖然是學習教育和學習紀律 但就不會像監獄一樣 要改過自身那一種 就是強迫那一種 強迫到你無法離開的那一種 所以我認為今次的事件 不會牽涉到要上法庭的一個司法覆核 或者一個爭議 因為學校中的校規寫明了 校規是學校制定出來的規則 而學生可以選擇跟隨 你不跟隨的話 你可以選擇轉另一間學校 或者選擇一些你認為適合你 可以容許你留長頭髮的學校 不知道有沒有 但起碼這一間學校不適合你 而未至於程度去到要挑戰司法覆核 要上法庭等等 但今次這個案件令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就是因為這名男學生曾經說過 是時候要有些轉變 他說是時候要有些轉變的時候 必須作出改變 我感覺到好像有少少政治進入了學校的成份 為何這樣說呢 這名男學生 我們看來他好像是為了自己據理力真 但他用這個必須作出改變的字眼 令我們回想在2019年黑暴他們所用的字眼 甚至他們改變了年青人現在的心態和常態 就是好像他們面對著一些他們自己不情願的事情的時候 哪怕對他是一個好意 或者是學校所做的事 教育他的事 他都會用盡他的方法出來反 破壞這個規則 甚至想改變這個規則 如果他是善意這樣做的話 這個是好事 但我有些擔心 如果這件事引發下去 甚至引爆了一波 在學校裏面 可能大家對於某些學校的 大家知道 睡道老師比較嚴 比較兇 可能對睡道老師太兇 或者剪頭髮 或者抓他們的條裙短 就是條褲褲腳 又要穿衣服 又要穿衣服 如果是一路挑戰這些東西 這裡會衍生社會問題 就是大家會經常有一種抱怨 和大家會有一種抗爭的心態 我認為在學校裏面 其實不應該出現這些問題 無論是學校 或者家長 都應該教育他們的子女 爭取他們合理所應得的東西是應該的 但有些事情都要看情況 當中就是他們到底在甚麼實際情況下 可以爭取他們自己應有的東西 甚麼情況下必須聽從別人的指示 出來社會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 很多人說我想財務自由 我想輕輕鬆鬆 想炒老闆又炒老闆 但事實上出來社會很殘酷 當中學習紀錄 學習遵從指示 亦是其中一個學習的標準 和學習的方式 如果每次都因為他想自由自在 自由完完全全過籠 這樣會令社會大亂 亦會令我們的年輕人 是抱有一種極度抗爭的心態 在未來的社會亦很難做到一個和平安穩定的情況 他們會很容易形成有甚麼事出來有行示威 有甚麼事出來搞暴力抗爭 甚至他們會覺得如果這些改變 用投訴改變不了 他們會選擇用自己的方式 希望令社會改變 甚至我會覺得這些人有機會成為未來 一些比較激進的份子 所以在這裏懇請 無論是教育界 老師 家長 都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教育學生 講清楚為何學生要學習聽從指令 和學生為何要學習紀律的問題 歡迎大家下面講講你自己的看法 好 講完這件事 我想講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早前在英國那邊有媒體引述消息指 美國國會眾議院院長佩洛西 即是當時說香港是美麗的風景線那位 計劃在8月率團訪問台灣 而這件事爆出來後 官媒環球時報的前任總編輯 現任特約評論員胡錫進 在19日發表評論文章 說建議解放軍的戰機可以陪伴佩洛西的專機 同時進入台灣 略過其降落的上空後 穿越台灣回到中國大陸 以體現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主權 很明顯這次胡錫進在串通貝洛西 我們大家都看得出 文章中指 建議中國大陸對於這次佩洛西訪台 必須有堅決行動 為甚麼 因為佩洛西訪台等於變相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一個自主國 這裏違反了一宗政策 其實過往不少國家領導人和不同國家的人 他要去台灣會牽涉到內地官方的不滿 以及牽涉到政治問題 所以這次胡錫進認為 佩洛西是以放棄訪台或是用他訪台成為一次冒險之旅 讓接待他的台灣民進黨當局都害怕死 心感得不常失 而胡錫進在文章中也直指 中國大陸一定要勇於賣出戰機飛越台灣的這一步 他的戰機飛越台灣和妖飛台灣是不同的 他說能夠真正體現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主權 比任何外國高官訪台更有實際意義 文章最後也直指 解放軍戰機遲早要飛越台灣 如果台軍膽敢向解放軍開火 回應他們的必定是擊落台灣的戰機 和打擊台灣軍事基地的堅決行動 如果美台想要全面戰爭 解放台灣時刻即將到來 麻煩佩洛西真的要懇請中國內地 派解放軍戰機護航 這件事可以說是挺好笑的一件事 佩洛西很明顯是針對著台灣 針對著我們國家 針對著中國來台灣做出訪 而他這次出訪行程也沒有理會中方的反對 以及沒有理會中方的感受 直接說要飛過去台灣 他飛過去台灣就變相認了台灣是一個主權國 這件事當然沒有人可以接受 所以胡錫進提出既然你也想玩到這樣 你也這樣高調 現在又把美國國務院的網站改了 把台灣又不承認是中國一部份 然後高官經常走到台灣 不如預期是這樣的 找解放軍的戰機進來 看看台軍夠不夠膽打他下來 不夠膽打他下來的話 那麼我們解放軍就可以天天走過來飛兩轉 你夠膽打他下來的話 就對了 那麼我們台灣就立即可以變成中國 武統了 立即收回來 所以這個情況比較特殊 接下來繼續和大家跟進一下 不過我估計佩洛西就不會這樣玩 甚至胡錫進出一出之後 內地軍方那邊可能也會有些回應 甚至佩洛西那邊不知道會否取消行程 到時再和大家跟進下去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可以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這樣有 下方訂閱和按鈕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這條新影片 另外我們今晚九點鐘有直播 我們今晚再見 拜拜 évidemment 下方變成了 我沒有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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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射 我們不賺心 感谢观看